日前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下令 要求台立法机构在12月31号前 必须通过所谓的反身斗法 据悉 台立法机构明天将对此进行三毒闯关 今天上午 各党团进行最后的协商 国民党 亲民党强烈表达了反对意见 但在台立法机构占多数的民进党则是信心满满 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民认为 所谓的法案一定会顺利通过 曾明宗大动肝火 因为所谓的反身斗法明天就将闯关 而各党团今天举行了最后一次协商 民进党却根本不在意 而且信心满满 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民对所谓法案顺利闯关 信心满满 让曾明宗 李红军越看越生气 国民党和亲民党希望能够暂缓讨论 但是民进党强行推动所谓反渗透法 还把罚金调高到一千万元新台币 由于该法条内容太模糊 让外界担忧 影响层面实在很大 不仅学界看不懂 就连在台南种植牛张之的陈信农民也受到影响 陈信农民日前因为分享一段质疑农业金库存款用途的影片 被检方以违反所谓的农业金融法列为被告 是一个小小的农民而已 我哪知道你里面的工作状况 你里面的资讯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我接到这个单子的时候 我心里恐慌 新党认为 未来如果通过所谓的反渗透法 类似的案件将会增多 势必造成民众更大疑虑及反弹 在这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